黄奇帆 平台应把数据交易收益的20%至30% 返还给原始数据生产者 凤凰网财经讯 10月22日至24日 2021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 在上海举办 本届峰会聚焦绿色金融 金融开放 资产管理 金融科技四大主题 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 在主题为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效率 稳定与公平的全体大会上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发表演讲时指出 作为拥有大量个人数据的平台 应当将数据交易收益的20%至30% 返还给数据的生产者 黄奇帆认为数据的定价一定是市场化的 要发挥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由交易双方根据数据的价值协商确定它的价格 他举了美国败度法案的例子 美国败度法案中 知识产权收益1 3分之1归投资者 1 3分之1归发明者 1 3分之1归转化形成效益的转化机构 2 3分之1归发明者